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今晚的粤语新闻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 我是严剑庸 我是黄厚斌 在三藩市华埠的中华文化中心 目前正在举行一个立体纤维艺术展 而展品的原材料主要是来自可循环再用的物件 今天我们的环保专题 陈青梅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画面中的艺术作品 颜色鲜明 立体感强 充满视觉效果 而她的创作者是华裔艺术家 红礼南深 很早之前 人就是用毛签做衣服 做什么很多家里的东西 我想用这个材料 可以做出来新的东西 除了毛冷 她的作品 还使用了大量回收再利用的材料 包括光碟 光碟盒 啤酒 杯箭等等 我们在波士顿 有一个地方是 Children Museum Recycle Center 我发授有好多材料 我可以收到 那我就一个一个都试了很多次 红礼南深出生于上海 先后移居香港 巴西 目前定居波士顿 跨越周济的生活经历 让她吸取了丰富的创作灵感 并且将中国传统手工艺 与当代生活相结合 创作出不同形状 深度和角度的立体装饰 以及雕塑艺术品等 不单止她是用这个传统的材料 加上她还用了可回收废物利用的这种方式 我们就觉得不单止 艺术方面它有很高的价值 而对于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 其实也有很大的启发 展览从现在起 一直到明年1月10日 在三藩市华埠中华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免费入场 有关详情可以上网 www.c-c-c.org 或者自电415-986-1822查询 26台记者 陈清梅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